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看 今個星期最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新片 就快點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Samsung 新一代的接機 Galaxy Z Flip 5 和Galaxy Z Fold 5 預計將會在下個月底的Galaxy Unpack現身 不過有關新機的資料已經不斷流出 我們之前都說過 Flip 5 外螢幕將會增加到 3.4 吋 而且還會有多種機身顏色 而 Fold 5 又會是怎樣呢? 從流傳的相片看到 樣子就沒有大變了 但就有消息 新機會由 U 型教鏈轉到水滴型教鏈 好處就是減低螢幕中間的接片 以及機能真正合起來 就不會像 Fold 4 一樣中間有條 另外兩部新接機都會轉用 Snapdragon 8 Gen 2 為Galaxy 處理器 除了手機之外 新的Galaxy Watch 6 都準備好了 分別有兩個版本 Classic 版就是 40mm 和 43mm 而 Watch 6 版就是 44mm 和 47mm 全線的螢幕尺寸都會增加 20% 而邊框就會減 30% Classic 版就會將一度消失的 轉動式錶圈帶回用家 而 Watch 6 版就有五種顏色 分別是白、黃、紫、綠和灰 最好 就是 Tab Lab 的消息 分別是 12 吋版OS Galaxy Tab S9 還有與最 GS 的 螢幕的Galaxy Tab S9 Ultra 究竟哪樣才是真 就記得留意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因為歐盟的關係 接下來的iPhone X不會轉用Type-C插頭 不過看來他們的要求還未完 因為歐盟日前以587票贊成 9票反對 大比數通過了新法規 要求所有在歐盟地區發售的智能裝置 包括電話、平板和相機等等 都要在簡易設計的情況下可以換到電池 這個決定意味著各大品牌 接下來要在歐盟國家出售的產品 都要改變電池設計 可能你會說Apple也有自助維修計劃 Self-Service Repair 但新法規中寫明是需要簡易更換 而Apple這個計劃暫時又只是支援某些國家 還要是有經驗的技術人員 Self-Repair Case 的零件 亦逐樣選完再計算 所以Apple用這個服務 過不過到歐盟 就要看看到時能否說得通 相關政策最早會在2027年開始實施 Apple 月初發佈的Vision Pro 被譽為是混合實境MR行業的Game Changer 不過3499美元的售價 會令不少人卻佈 連天曲都說Vision Pro 未必是一般人負擔得起 其實在未發表之前 已經有消息指出蘋果一直在想 研發便宜價版的Vision OS 裝置 最近還拿一項專利 圖中看到 用家可以將iPhone或iPad 放入眼罩前面插槽 當作VR眼鏡 設計和市場上現有的VR眼罩差不多 當然 申請得專利 當然有獨家技術 Apple 眼罩上配備偵測器 當感應到用家放入iPhone或iPad時 就會自動與裝置無線連接 相關細節還未公開 不過如果真的有便宜價Vision Pro 買來玩也不錯 我們之前也有報導過的 Motorola接機Razer 40 Ultra 終於有行貨開賣 價錢都頗進取 開價$7,999 會送上Motorod 70 智能手錶 現在已經開始預訂 最快下個月7日後就可以收到機 說回機 最搶眼當然是3.6吋外螢幕 就算不打開機 都可以用來玩遊戲、看電影 體驗當然沒有大螢幕那麼舒服 所以它的內螢幕有6.9吋 想用大螢幕還是小螢幕都可以選擇 容量方面是12加512GB Razer 40 Ultra 的規格未算是最新的 只是用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處理器 與Gazze Z Flip 4 一樣 相機分別是3200萬像素 1300萬像素 和1200萬像素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是否吸引呢 Panasonic 旗下音響品牌 Technix 早前就出了新的真無線耳機 EAH-AZ80 以及升級版EAH-AZ60 Mark II 這兩隻耳機 近日終於都在香港開賣了 AZ80官方定價$2,280元 而AZ60 Mark II就賣$1,880元 AZ80承傳了Technix自家售價過萬的 Earmon TZ700技術 選用了10mm女際發聲單元 每邊有4個收音咪 提升聽歌、降噪和通話質素 還支援最多3點藍牙連接 想知多點就按一按右上角這條link 先看看我們之前的介紹 AZ80的規格都相當出色 而定價$2,280元算得相當盡取 亦反映了Technix進軍高階市場的決心 Switch開關作1.2.Switch 終於都有逐集Everybody 1.2.Switch 今集最多支援連接8隻Joy-Con 亦可以掃描QR Code 將手機當作控制器 最多100人同時玩 為了善用手機、遊戲種類都多了不少 好像Color Shoot 就要玩家利用手機鏡頭 拍下畫面所顯示的顏色物件 拍得越多就越高分 而點採便條這個遊戲 玩家就可以在手機上Drop Notes 記下不同口味的雪糕order 不過最開心莫過於互相對撼 Everybody 1.2.Switch 就加入了音樂椅、1.2.3銅綠燈 以及跳大聲這些充滿童年回憶的遊戲 由系統判斷誰最慢 以後去到Party Room 又多謝Sun Game和朋友一起玩 Sun Game將會在6月30日開賣 售價$219 現在已經開始預訂了 德國寶前排出了一部即熱水機 IWD-102 外形看起來跟一般即熱水機差不多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用了分擦式的設計 即熱部分 除了可以駁著跟機來的2公升水箱之外 亦可連接瓶裝水或桶裝水 而積熱部分 機身重量只有650g 只要接出水位 帶電線 就可以拿回公司或其他地方用 都頗方便 功能方面有1600W加熱 7段水溫和2段水量調校 機頂有LED顯示和輕觸式按鈕 方便調校水溫和出水量 跟機還會送水管和水樽接口 價錢是$899 華社日前針對期限多款WALTER的安全性問題 發表了新的Firmware 而且呼籲用家盡快下載和安裝 而涉及的WALTER型號就是以下這幾款 華社表示今次的更新修補了9個嚴重安全漏洞 包括Asia's WRT Firmware 記憶體損壞缺陷 因為有機會被攻擊而觸發拒絕服務狀態 甚至可以執行程式碼 廠方亦提醒用家 如果沒有更新Firmware 最好都不要用VAN 以及Wi-Fi Lock-in 和Admin Page的密碼 最少要用8位置元 加強安全性 今集Price Weekly 又差不多了 你們最喜歡最期待哪件新產品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每個留言都會看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下旁邊的鐘 拜拜